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样上传技术分析图 技术分析图 我通常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我开一个channessus 这个是免费三年的 不过我是有给钱了 然后你可以 如果你是windows7的 或者是windows SP 以上的话 你会有这个叫做slipping tool 按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看到这个cursus 就是说你就按下去 left click ok 左按下去 当然这里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4.754 的话这里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要解除这个东西的话 是我这里要 确定我是没有线的话 然后我再按这里 然后再按过 然后我就 看不到那条线了 我认为这里也是不但美咯 这里的问题就在这边 ok 再弄过 所以这次应该做到比较好一点的 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在这边咯 算了 我再从头做个一次 从头做个确定我不要在图那边 不然还有显示那个东西出来 这次就比较完美一点 我看到其他的图了 这个就比较清了 然后接下来我只需要 到 safeta的desktop 我放一个名字 mc就好了 然后就 做完第一步 再第二步就是 我会 在一个地方那边回复 然后看图片这边 算成图片 按desktop 按ABC下去 按open 再按下去 这个就是你的图片了 他另外一个方式 当然 这是复兼 也是可以的 这里你可以有放那些金钱啊 什么啊 限制那些啊 我这是图片来的 ok 就这么简单了 这个 我还没有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直接可以 省略掉哈 那么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最简单的 你看到这个是啊 当然这里你要按这个 这个键盘就是 你要按 按 在左键那边 你要看到这个字眼 他就是 第二键盘 这样 用 一枫 而且 一枫 这样 就是paste下去 这里我就调整 我就可以这样调 在这边再调过 也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这样我就调好了 然后我就可以同样的 我就 save去jpeg 然后save在这里 也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 我就作为重复的东西 再去上传了 这个就是怎样 上传技术分析图的方法之一